嗨,這裡是RSE BOSS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中日戰爭中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漢會戰 1937年7月中華民國宣布全面抵抗日本的入侵 日軍成功佔領了上海和南京 國軍在台而裝短戰獲得勝利後 許多還是在1938年5月19日落入日本手中 總中正知道中華民國必須將首都南京牽制武漢 才能繼續與日本長期鬥爭 但蔣中正也無法捍衛武漢 這一切只是為了讓中華民國有更多餘裕 將首都牽制中國西南的重慶 以更加延長對日軍的抗爭時間 蔣中正決定炸毀花園口的黃河大壩 以改變日軍前進的方向 但這意味著大量平民的生命犧牲 黃河堤防炸毀後 河南安徽和江蘇三個省44個縣被洪水淹沒 據估計此事造成大約89萬平民死亡 但這一戰略也不僅改變了日軍前進的方向 甚至阻止了日軍第19師占領鄭州 日軍只剩從河肥進攻武漢這條路線 也給了國軍額外三個月時間來準備武漢會戰 徐州淪陷後 李中仁領導的第五戰區 李五十二個師組成23個軍來保衛大別山 6月12日安慶被日軍106師攻陷 這象徵著武漢會戰的開始 此時日軍第11軍統帥剛春寧次 率領日軍在南方進軍 但在前往武漢途中遇到了山脈阻撓前行 而蔣中正也在此時投入了他最精銳的中央軍加入戰鬥 在長江以北駐紮著剛從上海和南京撤出的 第36、第61、第78師組成的第71軍 蔣中正命令第71軍歸入孫廉仲將軍指揮的第三集團軍之下 並以李品仙的第四集團軍和廖磊的第21集團軍支援第三集團軍 而陽森也率領徽夏川軍第27集團軍參加了保衛大別山的戰鬥 在川軍後面還有福中南將軍的第17集團軍和第22集團軍作證 1938年5月日軍第11軍開始對江西省的馬當堡壘發動攻勢 該堡壘是在德國顧問的幫助下建造的 並成功對日軍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防禦 在日本帝國海軍第三艦隊的支援下 馬當堡壘最終在6月26日被日軍第11軍佔領 在日軍106師的協助下 把佛爾摩沙混合大隊繼續向九江前進 日軍在7月4日佔領虎口後 第106師開始轉向九江 他們與國軍第8軍和第64軍交戰 在海軍登陸部隊的幫助下 日軍第106師得以於7月25日佔領九江 之後日軍第106師沿著南旋鐵路向南移動 向江西省德安進發 但國軍第9戰區的主要力量凝聚於此 日軍第106師進入德安後立即被國軍大部隊包圍 國軍第70軍殺死了日軍第113支隊司令上校 同時日軍第145軍團中校被國軍第8軍炸傷 岡村寧次命令日軍101師前往戰場以協助106師 他也被國軍第25軍第66軍和第70軍包圍了一天 直到8月21日日軍101師才得以佔領辛子 日軍101師從辛子轉移至德安 途中他們再次遭遇伏擊並傷亡慘重 岡村寧次於8月22日兵臨日軍第9師進攻江西北部的瑞昌 9月10日日軍第9師向南移動進攻陽星 國軍第31集團軍在陽星抵禦了日軍第9師 中央軍在10月10日之前都將日軍的攻勢抵擋在陽星 這阻止了日軍第9師支援被中國軍隊包圍的日軍第106師 9月16日日軍27師從陽星東部的瑞昌前往支援101師 但他們無法穿透國軍的包圍圈 陳陳將軍於9月24日下令全面進攻日軍第101師和第27師 為了防止日軍106師被即將到來的國軍第74軍團徹底殲滅 岡村寧次命令部隊向中國陣地投擲燃燒彈 國軍第74軍第58師幾乎被殲滅無法再發動大型進攻 但是58師仍帶著剩餘200人進入戰場 攔截日軍第106師並成功地阻止了日軍逃離中國包圍圈 日軍101師不但未能與27師碰頭 反而也被來自萬嘉嶺的第74軍、第4軍和第66軍包圍 國軍部隊於1938年10月7日開始進行最後進攻 日軍101師和106師被完全包圍孤立 國軍第74軍第153旅的指揮官對日軍第147團第一營駐紮的張古山發起了突襲 日軍第一營在空軍的活力掩護下 10月8日清晨擊退了國軍首次夜襲 國軍第二次夜襲於10月9日發動 這一次第一營完全被殲滅 到了10月10日日軍101師和106師死傷慘重 3萬名士兵只剩下1500人能逃脫中國的包圍圈 萬嘉嶺大捷是中日戰爭爆發以來 國軍首次成功殲滅日本兩個師團 回到長江以北的戰役 日軍調動了5個師團進攻第5戰區 其中有來自第11軍第6師還有第2軍第3、第10、第13、第16師 北方戰爭始於7月26日 日軍攻下安徽省太湖市 並於8月3日移動至湖北省佔據黃梅 國軍第4集團軍對黃梅發動反攻 以阻擋第6師的前進 打破其與日軍第二軍的雙向進攻 但日軍第6師擊退國軍第4集團軍的反攻 於9月15日在天嘉陣展開對國軍第二軍和第87軍的下一步進攻 至於北部的日軍第二軍 則從8月22日開始向西推進 在攻下六安和霍山之後 日軍第10和第13師開始向商城進軍 日軍第13師與國軍第71軍展開了為期9天的戰事 9月4日至13日間 國軍第71軍在複雜的地形和強大的防禦攻勢下 在附金山高地進行防禦戰 附金山高地戰役並沒有殲滅71軍 日軍向商城的進軍不斷遭受其騷擾 日軍在商城的攻勢被國軍第77、第30、第16軍以及第51軍擋下 但最終商城於9月16日還是被日軍的三個師團佔領 當日軍第13和第16師繼續向南拿下湖北省麻城時 日軍第10師不自向信陽前進 日軍在小借領受到30軍進攻 又在黃川受到59軍抵抗 有一萬多名日本士兵在進攻中上升或者受傷 9月25日日軍第10和第3師駐紮羅山 以及中對抗信陽的進攻 在進軍信陽的路上遇到了第17集團軍和第22集團軍的抵抗 激烈的戰鬥一直持續到10月12日 9月29日田家正被日軍攻下 日軍第6師於10月22日來到湖北二城 蔣中正於10月24日下達全面撤離武漢的命令 他也於當晚從被圍困的城市飛出 10月25日日軍第6師駐紮武漢 並宣布日本的又一次勝利 武漢會戰到此結束 然而剛春林是沒有實現他消滅中國軍隊 特別是消滅中央軍這一個主要的目標 蔣中正只是將首都再次從武漢牽制重慶並繼續抵抗 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前 日軍都無法從湖北接管重慶 經此戰役 日本無法對國軍再次發動大規模攻勢 持續直到1944年 在此之前日本改用談判策略 企圖結束中國的戰事 但蔣中正仁堅持持續抗日 除非日軍全面撤出中國 不然不會投降 因此這場戰爭還要持續7年之久 嗨!喜歡我們的頻道嗎?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 請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你希望可以支持我們 讓我們在未來可以做出更多 關於國軍、國民政府、中華民國的主題的話 歡迎以捐贈和小額付款的方式 在下面支持我們 期待!